美國緬因州路易斯頓市一家酒吧餐廳和一個保齡球場 周三發生槍擊案 媒體報道死亡人數16至22人 傷者數十人 半島電視台駐加沙首席記者達杜克 周四向他的妻子、兒子、女兒及孫兒進行了最後告別 被哈馬斯綁架的以色列人質家屬 周四在特拉維夫國防部外集會 呼籲以色列政府營救在加沙的人質 墨西哥的奧特斯颶風登陸後 度假勝地亞卡普爾科 周三晚間大部分交通仍然受阻 針對巴拿馬礦動的抗議進入第五日 示威者和警察在巴拿馬城發生衝突 抗議者關注抗動的營運可能破壞環境 周四分之一 對巴拿馬城發生衝突 在巴拿馬城發生衝突 在巴拿馬城發生衝突 對巴拿馬城發生衝突